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在台南有廚師悟信了代操平台 陸續投資了上千萬財經局被騙 而在高雄有民眾被詐騙集團給盯上 嫌犯要求交付金融卡 原警索性將激救濟 要被害人假意配合 等到的嫌犯一現身立刻逮人 賣場以正騷動 目標嫌犯出現 原警狂奔向前 警察 派出所警察 證件先拿出來 穿格子襯衫的男子混在人群中 不是來購物 警方掌握他是詐騙集團車手 当場被逮卻含冤 自己什麼都不知道 但手上這本佛金 就是警方用來抓嫌犯的誘兒 原來高雄有被害人 掉進詐騙陷阱 嫌犯要求支付金融卡 原警索性將激救濟 配合演出 請被害人把金融卡 夾在佛金 放進指定地點 原警操裝成民眾埋伏 等詐騙成員出來 來個任賬拒過 車手辯稱只是領貨打工賺外快 但想呼嚨原警可沒這麼容易 在台南也有一名廚師被騙 上警局求救 匯款千萬才驚覺誤信 假投資訊息 警方幫追幕後集團 卻也提醒民眾張大眼睛 錢沒這麼好賺 追求財富自由 反倒賠上積蓄 記者綜合報導 警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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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